2020年的奥运即将在日本东京举行 当聚集在东京居责奥运公园的日本民众 得知东京赢得了2020年奥运主办权之后 可以说是举国欢腾 预估日本可以因为举办奥运 获得4.2兆日元 也就是424亿美元的经济效益 安倍经济学三件已经设出两件 也就是破壁宽松与财政刺激 这让今年日本股市交出已开发市场中的最佳表现 尽管还无法克服肆虐15年的通货紧缩 也尚未转化为提高薪资 不过日本再次升奥成功可能带来强心计 日本东京都不算 从今年9月起到2020年9月为止 主办奥运将为东京带来3万亿日元的经济效益 星期一日本股市开盘大涨 日经指数上涨了2.7% 报14240.17点 东正指数上涨了2.6% 日本三大房产业三菱地产大涨了7.1% 住友不动产大涨了7.2% 三井不动产大涨11% 金融股也表现强劲 大和证券集团上涨了5.2% 野村控股上涨了4.4% 欧利市上涨了5.3% 日元也再次贬值至1美元兑换100日元 日本代表团星期天听到国际奥委会主席侯格口中吐出东京的那一刻 群体成员欢喜若狂 这是东京即1964年第二度主办奥运 也是亚洲首次有城市获得两度半奥的殊荣 有分析家指出 这次成功申办奥运会 令日本人有重生之感 新唐人亚太电视国际新闻左编译 新唐人亚太电视国际新闻